我爹是大周首富,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 为了保护我,他让我带着巨额嫁妆嫁进侯府 定亲那日,我做了个梦 梦到侯府瞧不起我伤骨出身 小侯爷一心宠爱财女表妹 我爹死后,我的嫁妆被侵吞干净 为了扶证表妹,小侯爷买通稳婆 在我生子时痛下杀手 梦醒后,小侯爷带着表妹踏进了我家首饰铺子 你既然要嫁进侯府,就不要一身铜锈 我们侯府丢不起这个人 这铺子送给表妹,全当是你做嫂子给的见面礼 我看着她高高在上的嘴脸,冷笑一声 转身就让管家把她扫地出门 什么破落户,没进门就想要媳妇嫁妆 高门侯府,还不如装护人家懂规矩 小姐,快醒醒,宋小侯爷来了 我愣正片刻,被小翠推行 看见小翠急切的神情,我恍惚了半天 还未来得及说话,就听见楼下有人争吵 我伸手掐了自己一把,手臂发出尖锐疼痛 一颗心才仿佛落在实处 楼下,永宁侯世子宋明阳带着徐如意站在大堂中 正对着我家掌柜,以指气势 这只猪钗如意喜欢,就送与如意 你一个下人智慧什么 掌柜不敢多言,因为宋明阳刚刚与我定亲 是主家的姑爷,只得耐心解释 这钗不出售,是东家寻来给小姐添装的 小的不敢做主,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徐如意轻柔开口,表哥 既然如此,我就不要了 如意怎么能拿顾家姑娘心爱之物 她抬眸的姿势优雅,眼中隐隐水光 声音清脆婉转 看得宋明阳一脸不忍 顾时月一个伤谷之女,哪里配得上李大家的朱差 她冷冷看向掌柜,给如意包起来就是 有事就让她亲自来找我宋明阳 侯福可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她一介伤谷之女,能与我定亲以示高攀 难不成还要把孔秀气带进侯府不成 小翠站在我身后,气得不行 低声道,小侯爷怎么这样不懂事 我却没有心情气愤,只觉得通身冰冷 因为,刚刚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宋明阳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不仅如此,在梦里,我忍气将朱差送给徐如意 不久后,我暗期嫁给宋明阳 但侯府一直瞧不起我伤谷出身 背地里花我的嫁妆,明面上却嫌我一身铜锈 后来跌跌过世,侯府侵吞了我所有家产 宋明阳还娶了徐如意做平妻 更是在我生子之时,对我痛下杀手 我本就被这个梦吓得不轻 梦醒后,竟然见到了和梦中一般无二的事情 难道,这梦,是一种浴室? 爹爹是大周首富 但膝下只有我一个女儿,她同我宠我 生怕自己百年后,我无人照顾 因此,以万贯家财为赌 给我找立门好亲事 永宁侯府,世家勋贵 论身份,我这等伤谷之女高攀不上 但侯府内里空虚 宋明阳不善用兵继承不了老侯爷的职位 为了支撑侯府几百口人的用度 他们只能出此下策与我定亲 我爹的家业顺理成章归了侯府 以解燃眉之急 而我也嫁入高门,从此终身有靠 我爹真心为我打算 但他不曾想到,侯府忘恩负义 虽花了我家的钱,却不愿好好对我 还把我是做耻辱 他死后,我被欺负到死 还落下一个攀高知,太是快的骂名 压下心底的怒气 我在楼上高声接话,理大家传世之作 爹爹为我寻来花了多少银子 掌柜的你可知道 听到声音,掌柜的立马回到八百两银子 我从楼梯上下来 挤不上钱夺过被宋明阳卧在掌心的珠钗 不止八百两,爹爹买消息还花了不少钱呢 听见我张口闭口银子 宋明阳忍不住皱眉,当真是快 我冷笑,没理会他的话 我们做生意的,最讲究和气生财 就算客人再挑剔也不能翻脸 宋小侯爷可是喜欢这珠钗 若是喜爱,民女自当割爱 不敢多收小侯爷的钱 小侯爷也别让民女亏本 八百八十八两 这珠钗我下午就让人送到你府上 宋明阳一愣,竟然面红耳赤 忍不住道,顾十月,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还要我付钱不成 我做做的无嘴笑,这话是何一 难道小侯爷您逛兔子从来不付账吗 地经可没有这样的规矩 小本生意,您可别为难我们 你 店里不止宋明阳这一对客人 来采买的客人不少都是京中达官贵人 此刻都一脸吃瓜神色 目光惊诧地看向这边 众人瞩目,更让宋明阳脸热 无他,因为他当真拿不出八百八十八两买住差 与我定亲后,他早就把顾家商行 看作自家产业,在我家铺子里的花销 从不付长 一旁的徐如意泪盈于洁 柔柔开口,顾小姐何必给我难堪 原是如意不配了 我实在没忍住,背着他翻了白眼 徐如意在梦里,也没少给我气寿 抢卧不少真品孤本 还要说我没有品位,不懂欣赏这些孤本的价值 他一说话,宋明阳怒意更盛 看着我咬牙切齿,顾十月 你既然与我定亲,就不能再沾染商骨之气 一身铜绣,如何做得来侯府市的夫人 永宁侯府丢不起这个人 你若还想与我完婚 今日就把这铺子送给表妹赔罪吧 明日我娘会派两个嬷嬷去你府上教你规矩 你既定亲,日后便不可抛头露面 守好女子本分,别连累侯府百年生命 我被宋明阳的不要脸惊呆了 他这何止是既要也要 简直是既要也要,还要又要 想得到我家的钱财,还嫌弃我山谷出身 世上好事都让占了不成 我气急返校,铺子也并非不能割爱 只看柿子能出多少银子 你满口银钱,不知道羞耻吗 我故作诧异,难不成柿子想白嫖我家铺子 天啊,您这红口白牙一张 就白要去递经生意最好的手势铺子 世上还有这样的道理 徐如一帮腔,顾小姐这是何意 你与表哥定亲,难道还要分得这般清楚 日后你成了侯府柿子夫人 不也要借侯府名声行事 我更是冷笑,身后小翠再忍不得 原来永宁侯府是这样的教养 未婚妻还没过门,就开始算计人家嫁妆了 我们村上都没有这种臭不要脸的人家 放肆,宋明阳满脸怒气 抬手欲打小翠 我把小翠拉到身后 小翠快给世子赔不适,怎么说话的 世子大家出身,怎么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即便是破落户也不能光天化日 谋多媳妇嫁妆,侯府又岂会如此 我对着宋明阳赔礼 我这婢女被我养雕了 世子大人有大量,可别跟一个婢子计较 店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低声议论 嘲笑的目光落在宋明阳脸上 让她更加面红耳赤 她再不能忍,落下狠话 伤骨之女,果然没有教养 以我亲事就此作罢 她带着徐如意拂袖而去 我拍了拍小翠的手臂,丝毫没当回事 她不退亲,我也是要找她退亲的 待她出门,我脸刃对着店内客人行李 扰了诸位兴致,实在对不住 我作为东家给各位赔礼 今日客人消费,都在已有基础上打九折 万望诸位不要扫兴 怎会,顾小姐大气 众人看足热闹,还得了便宜 此刻更加开心,纷纷开始选购首饰 隔日,这桩饰就传遍了地精 只是传话人到底得了我的便宜 更多的还是指责侯府欺人太甚 实在没有规矩 而我在府上等了三天 都没等到侯府来人退亲 我爹愁容满面 乖女,这可如何是好 若是侯府退亲 你这亲事就更加不好找了 若是退亲,宋明阳自可以再订婚 我却与明节有爱 如今,他们丢了个大脸 宋明阳说了狠话,又舍不下我家财产 只好一直拖着 等我爹带我上门赔罪 毕竟,我若是被侯府退亲 可就没什么机会嫁入高门了 若是没做那个梦 我大爹也和爹爹一样惆怅,人气吞声 但如今,就算侯府不来退亲 我也绝对不会再履行婚约 宋家自诩高门是家 实则那里乌糟不堪 一家子狼心狗肺之辈 我嫁进去也没有好下场 爹爹,女儿不愿嫁给宋明阳 我爹长叹一声 你不嫁个好人家 如何能护住这家业呢 十月,爹爹总会去见你娘亲的 到时,你一个女儿家 万一有人盯上你 谋夺你的财产可如何是好 爹,宋家难道就不会谋夺我的家产了 我爹迟疑道 侯府毕竟是高门大户 你嫁进去就是狮子夫人 日后有了孩子 身份也不同以往 不再是商骨出身 高门大户 才是真的吃人不涂骨头 更何况 我抬眸 认真看向我爹 女儿嫁到谁家 能有在自家爽快呢 爹要是能照顾你一生 那自然好 但我百年之后 你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就不能接手爹的产业吗 你一个女儿家 怎么能吃这种苦 嫁人岂不是更苦 我咬着唇 把那日梦境和盘拖出 爹 宋明阳不是良配 女儿宁愿一生不嫁 亲自打点您的家业 更何况 女儿的本事是您亲手教的 这世上论经商之道 有几人能急得上我 我爹听我说完 也变了颜色 既惊又怒 他一心为我求个好归宿 听我这般说 自然不肯再与侯府结亲 你让爹好好想想 明日 我先去侯府退婚 为了让侯府不得不同意退婚 我爹带着侯府的聘礼 大张旗鼓到了侯府门前 跪请退婚 殷亲本事节两性之好 小侯爷既然不喜欢小女 这婚事就算了吧 门口聚了不少人看热闹 侯府再如何 也丢不起这个人 侯府人怒气冲冲 撕了定亲书 伤骨之女当真下见不堪 我家伙计伪装成看热闹的人 文言高声大喊 侯府可真不要脸啊 就是还没入门呢 就惦记未婚妻嫁妆 咱们平头百姓都不敢 就是说呢 那天我可是在现场看了 小侯爷跟那个表小姐亲亲我我 要是我家闺女 我也得退婚 早就听到传言的人也随之附和 气得侯府人差点昏过去 想要让人轰走这些人 但人群里有不少泼皮流氓 见人过来就大喊 永宁侯府杀人了 闹得更加难看 侯府只好忍下羞辱 紧闭大门 我家虽不如侯府门户高贵 但我家有钱 在我爹花钱如流水 不懈努力之下 宋明阳和徐璐一的故事 传遍大江南北 侯府本打算让我不好嫁 如今却成了好人家的姑娘 都不肯再考虑宋明阳 我视察铺子时候 恰好遇到了戒酒交仇的宋明阳 他看我的目光 如看杀父仇人 一脸阴冷 擦身而过时 太阴策策道 你迟早会哭着求我 吃 世子记得喝酒要付账 他拂袖而去 但我却把他刚刚阴冷的眼神 记在了心上 侯府如今入不敷出 虽退了亲 难保他们还打什么鬼主意 想侵占我家的钱财 我捏着茶杯 暗暗思索 如今这世道 光有钱还是不行 我家虽是巨富 却没有保命之数 钱与权 富与贵 宋家铁的心给我下套 未必不能成功 我还是得找个靠谱的靠山 才能守住这弱大家产 4月18 我收到了一张拜帖 邀请我参加宁华长公主 举办的赏花宴 拜帖自然不是长公主下的 而是一位与我交好的 关家小姐林嘉宜 邀我同行 这机会来之不易 十月 你可要好好把握 商骨出身 素来被人亲见 若是我没做那个梦 我也不会怀疑 这位手帕娇 但梦中 林嘉宜为了能让宋明杨妹妹 嫁给她哥哥 明里暗里害了我几次 如今 我可不敢相信 她能对我安什么好心 只是 宁华长公主的赏花宴 我确实要去 因为我手里 还有长公主亲自写的帖子 见我硬下 林嘉宜十分开心 眼中露出几分期待 4月18 我跟妹妹不见不散 那是自然 她走后 我暗中嘱咐小翠 派人看看 林嘉宜最近都接触了什么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 调查个林嘉宜 我家人手还是足够的 赏花宴 我和林嘉宜同乘而至 进门时 我却说自己想要更衣 与她暂别 等她消失不见 我才找到接引姑姑 顾小姐到了 长公主等您多时了 明华长公主风韵依旧 眉眼间带着上位者的冷肃 顾小姐愿意投靠本宫 本宫也应当送你一个见面礼 多谢长公主 梦里 这位长公主逼宫 杀了亲弟弟和侄子 以女子之身登上高位 她那时就十分看重我的算术才华 甚至想要我围观出事 为她做事 我本打算生子过后就自立门户 却没想到宋明杨下手如此狠辣 好在 一切只是一场梦 我还有机会改变 宴席过半 林嘉宜一直劝我多喝几杯果酒 这是北地供奉 平时可喝不到 我笑而不渝 我家酒窖里什么没有 还差一口北地果酒 她是真不知道我多有钱啊 片刻后 我跟她说头有些晕 叫她陪我去吹吹风 林嘉宜欣然起身 带着我往后院走去 十月妹妹 你且等我片刻 我去更衣 她找个借口 留我在亭子里 我笑着硬下 留几分恰到好处的紧张 姐姐你可要快些回来 妹妹放心 她刚走 我就随着常公主的侍女离开 林嘉宜在我的果酒里加了药 想让我当众出丑 却不知这样粗糙的伎俩 早就被我看在眼中 林小姐 就等着看一场好戏吧 包你满意 永宁侯夫人带着一众 贵妇散布至河堂边 众人赏花时 却听见假山后有一响传出 众人当即变了脸色 这 这成何体统 永宁侯夫人大惊失色 换人来 高声道 公主宴席 什么人这样不知廉耻 还不快快拿下论罪 她眼中带着不亦察觉的得意 只等着看假山后的两人 出丑于人前 忽然 身后有人接了话 夫人所言甚是 如此美景 岂能让这等乌糟人搅和了 永宁侯夫人一愣 将着脖子回头 看到回廊上阴而立的我 笑意将在脸上 十分滑稽 她没忍住 失声道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 还能在哪里 几步上前 至她身边 我用仅我与她二人能听见的声音 轻声道 夫人 您这次 可惹了大祸呢 假山后 是永宁侯夫人的娘家侄子 徐如意的哥哥徐志远 和刚刚还满心欢喜的林家仪 只是此刻 林家仪衣衫不整 不省人事 徐明远一身酒气 赤裸胸膛 夫人 您这份礼物 我当真是喜欢极了 徐家破落已久 永宁侯夫人在家时 尚有父兄撑着 但天有不测风云 永宁侯夫人父兄接连过世 树弟接手家业 却资质平平 一份家业早就败得差不多了 如今徐如意兄妹 都依附永宁侯夫过日子 但永宁侯夫看着花团紧簇 实则内理不堪 如此才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永宁侯夫人深恨我不知好歹 既然不把家业拱手相让 受了钉点委屈就敢退婚 她在赏花宴上 让我名声扫地 又舍不下我家的银钱 设计让我失身于她娘家侄子 是最好的办法 既能让我生不如死 又能让我不得不带着钱嫁进来 甚至于婚前失真 我这般身份 到时怕是只能给徐志远作妾 她这一条毒气 若我毫无防备 此刻当真坠入地狱 余生尽毁 我只能回敬她一番 见我逃脱 永宁侯夫人脸色极难看 只觉得难堪 在场诸位贵人 眉眼官司乱飞 自然知道这里面有内情 但大家都不是多嘴之人 只在一旁看了半赏热闹 片刻后 林家主母才姗姗来迟 林夫人是田房 并非林家兄妹亲生母亲 成婚后她膝下并无子嗣 林家老爷对先头夫人一往情深 处处防备她 林家姨兄妹也是她为仇敌 感情并不好 但此刻 林家姨落难 林夫人却为落井下石 她眼中带着怜悯 叫人上前为林家姨披上衣服 言谈间不卑不亢 我家姑娘素来清白好教养 如今却被这等登徒子祸害了 林家虽是小门小户 也不能受此侮辱 今日之事 还望诸位夫人 给我家女孩留些颜面 不要多言 众人硬喝道 这是自然 这是自然 林夫人让婢女把林家姨带走 自己留下处理后续事情 永宁侯夫人虽有几分难堪 却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对着林夫人 反倒有几分高高在上的姿态 如今这情形 你家女孩也嫁不得旁人 诸位见证 就让两个孩子定亲 也算话干戈为玉伯 林夫人面色难看 却也不敢做林家姨的主 把林家姨嫁给徐志远 是最好的办法 如今这事到 若是嫁不了徐志远 林家姨害我未成 反害了自己前途 这是她就由自取 但这场祸事 最后承担所有后果的 却也只有她罢了 对于徐志远来说 平白多了个媳妇 一点都不亏 林家好歹 清清白白好人家 林家姨也是青春好年纪 以徐志远的人品 能娶林家姨为妻 已经算是高攀了 但就算这样 事情发生后 被动一方依旧是林家 女子多奸 不得有半分行差踏错 今日是林家姨 明日便可能是我 是万千贵中娇娘 这一局 我赢了吗 我当真赢了吗 放肆 宁华长公主匆匆赶来 主家设宴出了丑事 她自然要来插手 更何况她是有实权的公主 圣上做事 有时都要听她意见 更无人敢得罪 这位雍容华贵的公主 本公府里 还未曾出过这等污糟事情 她冷眼看向永宁侯夫人 按照大周律 强舞女子者 当施行帐行 发配充军 永宁侯夫人好大口气 竟是大周律力如无误 难不成跟你永宁侯府惹上关系 大周律也要让步吗 永宁侯夫人面色一变 连忙跪下请罪 公主荣禀 臣妇并无此意啊 只是事已至此 难道还要让林家小姐 沉堂不成吗 宁华长公主冷笑 林家小姐可有错处 我关林家小姐 似是昏迷不醒 定是这登徒子成人之威 若今日放过此等恶徒 日后京中人人效仿 大周岂有安宁可言 来人 把这狂辈之人带去问官 永宁侯夫人连忙求情 徐志远不成器 但她却是徐家如今唯一的男丁 永宁侯夫人无论如何 也得保下这个侄子 僵持之下 徐志远还是被带去收押 容后再断 众人散去 我却没有回家 而是留在了公主府 宁华长公主平退其他人 屋中只有我和她 今日之事 你可高兴 我沉以许久 还是遵循自己内心 回答到回公主的话 民女不太开心 林家一想陷害我 一切都是她就游自取 但看到她如今情形 恶人有恶报 很符合朴素的争议观 但这件事的底色 却建立于女子狭窄的 生存空间之上 说完 我没敢抬头看 宁华长公主的脸色 我怕她觉得我不知好歹 心中十分忐忑 但我话音落下 宁华长公主却倾笑出声 是啊 唇王齿寒 今日 我没有安排林家小姐这一装饰 林姑娘之事 我本打算在朝堂上 责难她父兄 但未承想 徐家那个恶心人的东西 胆大包天 见四下无人 打晕林家小姐 拖至假山后失报 我抬头 正正望向宁华长公主 刹那间想通了所有关节 徐志远色胆包天是真 想借此机会得一门好亲事也是真 女子失节 唯有嫁她一条路 没有等到我 等到林轻仪也不亏 我心中不由泛起一股恶心 徐志远品行低下 林轻仪就由自取 但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吗 十月 本宫一直很欣赏 你这样的年轻女郎 你当日与我说 愿意将顾家家产托付于我 美巡让我抽三成甘利 但在本宫眼里 这三成甘利不如你珍贵 你愿不愿意到本宫身边来做事 宁华长公主有自己的幕僚 大多是当时精彩绝艳的女子 她们之中 有人出身是家 有人来自乡野 长公主选人一贯不拘于家事 这些跟着她的女孩 后来也都各自出事 跟她一起谱 就一段君臣假话 那时宋明阳常常回家抱怨 长公主聘机私沉 那些女官牙尖嘴利 惯会讨好上官 女人管事迟早出问题 每当这时 她那号称当是才女的表妹 就会婉转地迎合她 说女子本分 说女则女介 徐如意读过很多书 写过很多诗 比我有才情 也比我多巧思 但她并没有比我高明 李教束缚了她 她却在为李教背书 好在 一切不过幻梦一场 梦中之事尚未发生 我不会被宋府后院困住 我抬头 看向明华长公主的眼睛 郑重道 愿为长公主去侧 三日后 徐志远被放归家 由永宁侯和林家宜的父亲 一起求情接出 林家宜在众目睽睽之下 失了清白 除了嫁给永宁侯 只有死路一条 林妇深觉愧对王妻 不舍得让林家宜去死 只得委屈求全 为她定下婚事 徐志远出来后 第一件事不是去林家提亲 而是在地经最热闹的青楼 为姚姐一支千金 她拿枪做事 等着林家来求 横竖徐家是破落户 她也没什么名声可言 丢不起脸的只有林家 最后是永宁侯出面 押着徐志远去林府提亲 同日 林府还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林夫人驱车回了娘家 称不愿做林家妇 要合力归家 那日公主府看出公主喜恶后 她连夜求到了宁华长公主面前 她不说自己何等委屈 只说自己对长公主而言有什么用 为嫁人之前 臣妇在边疆长大 自幼跟随父兄上过战场 殿下 陆家如今虽无难盯 但臣妇上有一战之力 称得起陆家军 宁华长公主欣然应允 本宫记得 你叫陆婉 是吧 正是 无棱角的美誉 好名字 尽管总有人诟病 长公主手伸得太长 但也不得不承认 宁华长公主的政治素养十分好 她不仅朝堂中有人 手中还有太后的人脉 所以 当她给陆婉撑腰 支持她和离后 林家也得乖乖就范 这是闹了好一阵 坊间还有学子称 长公主无端让人夫妻分离 有为天伦 就算是长公主 我等也要说实话 你我读圣人书 难道要为强权所迫 话都不敢说吗 楼下 来赶考的世子高声议论 言辞间少谈几长公主 多落在陆婉和林家一身上 要我说 就不应该有何离 我站在陆婉身边 文言也有几分驳怒 她却仿佛是不关己一般 看得津津有味 甚至还有闲心插话 不应当何离 那当如何 自然是休妻 一女岂能加二夫 人尽可福的荡妇 还有什么脸面活着 要我说 这个林夫人和林家那位小姐 都应当一头撞死才对 说话的正是宋明阳 真是适风日下 女子还敢上门退婚 她越说越是激愤 许是投射到了自己身上 啊 蠢货 她爹都不敢同真有实权的长公主叫板 她倒是在这里大放厥词 女子不应退婚 那应该如何 我悠悠插话 宋明阳说到兴奋之处 接着到退了婚的女人 自然应该常办清等古佛 还要出资弥补未婚附加的损失 退了婚 放弃这等蠢货的女子 就应当错过花期 一声缭络 放弹娘的屁 我在楼上鼓起掌 笑着走下楼 宋明阳见我和陆婉一起下楼 才觉失言 当着众人面也不好反悔 只好不干不干的将在原地 宋小侯爷真是高见啊 这话你母亲可知晓 陆婉勾纯 接着我的话道 小侯爷恐怕不知 你的母亲永宁侯夫人 新年也是退过婚的 宋明阳一愣 陆志 你胡说八道什么 陆婉诧一看她一眼 你母亲当年与我兄长定亲 这不是什么秘密 一查便知 退婚书如今还在我家 你可要瞧瞧 言罢 他冷下脸 我兄长陆正 死守边疆 战功赫赫 是为国捐区的英雄 按照你的说法 他过世后 你娘就应当为他守节 怎可退婚改嫁 小侯爷还不快快回府 把你的高路人说给你娘听听 告诉他 一女不可嫁二夫 速速随我兄长去了吧 宋明阳大怒 你这贱人 他直见 想上前伤害陆婉 陆婉随手抽了桌子上一根筷子 信手拈花一般 筷子如利剑飞出 击中宋明阳手臂 他的长剑应声而落 陆婉脚尖一抬 利落地踢起长剑 直剑在手 剑尖悬在宋明阳胸口 一时间酒楼大堂落针可闻 众人都目瞪口呆 看着这一变故 我站在陆婉身后 冷笑一声 什么废物 文不成武不救 只会日日把目光放在女子身上 要我顾时月嫁这样的废物男人 断无可能 有人笑出声 旁人也不再憋着 轰笑起来 小侯爷这身法 可真是 嘖嘖嘖 看热闹不怕是大 已经有人开始说 快让永宁侯夫人 为陆将军守节啊 哎 那你说 宋小侯爷到时候该叫谁爹呢 下流的笑声时不时响起 宋明阳气得脸色通红 却不敢动 他当真害怕陆婉一剑下去 让他血剑当场 陆婉却并没打算真的伤他 挽了个剑花 长剑脱手 直冲刚刚宇宋明阳高谈阔论的那桌柿子处 常见入目 见身微微颤动 说话的人都闭了嘴 你们自诩当是才子 学问不知深浅 却比乡下没读过书的妇人还长舌 日后可不要再说什么长舌妇 我看你们这些不知所谓的读书人 才配得起这个称号 我在后面冷笑连连 高声道 这等无赖之人 不配在我顾家酒楼吃饭 掌柜的 门口立个牌子 就写长舌男与狗不得入内 楼下众人灰溜溜散去 我和陆婉回到包厢中 片刻后 相视而笑 陆姐姐真是好功夫 她淡淡勾唇 我在闺中时 功夫比兄长还好 上阵杀敌 起码夜行不在话下 言罢 她脸上带着淡淡唱网 可后来父兄故去 我嫁了人 反倒再也没有动过刀枪 我那前复日日 访我如同房贼 生怕我害了她一双儿女 笑话 以为我愿意给她当田房似的 陆婉这般精彩绝艳的女子 单个在后院 也当真是可惜 陆姐姐如今也算苦尽甘来了 苦尽甘来 这话我喜欢 陆婉弯唇一笑 颇有几分意气风发 那日林轻仪出事 他们一家都把错赖在我头上 林书恒更是扬言要休妻 说我不知为林轻仪打点 长公主捉了人 徐志远害了林轻仪 她统统不敢得罪 反倒是对着我撒气 好一个休妻 吓唬谁呢 无非是打着我家中无人撑腰 可以随意拿捏的主意罢了 我也忍不住冷哼一声 长公主说的没错 拓而后利 难怪她想要办女学 提拔女子为官 只有我等走上高位 才能为其他女子仗义之言 想让男子设身处地为女子思量 无异于痴人说梦 梦中 长公主也提拔了不少女子 我爹过世时都在感慨 早知今日如此风气 当年不如让我一直在家 也好过去侯府受委屈 随着时间推移 我对那个梦的记忆越发淡 如今 已经记不得几分 也无妨 会及必伤 人若是事事先知 也不是什么好事 有宁华长公主在前 我做事更加方便 就算是永宁侯府 也不敢找我麻烦 半年后 陆晚收拢陆家旧部 远赴西北 以长公主名义 组建了一支 只属于公主府的军队 皇帝不曾防备宁华长公主 在她看来 她的对手只有藩王 并不包含姐妹 而我则以公主的名义 进宫拜见太后 被太后收为义女 赐封县主 有了县主身份 你做事就更容易一些 今秋 我会推举两位女官入朝 宁华长公主 看我的神色正重 你带你父亲 打理故事商行 从不曾出错 可见细心 事已为官之事 我想让你去 此事至关重要 十月 你可有信心 我迟一片刻 应下了这件事 这是机遇 也是考验 我想以女子之身立足 就必须要比当时男儿更强硬 这条路很难 但我想试试 有长公主注意在前 我为何不敢一试 从无人走过的荒地里汤出路 必然充满艰难险阻 但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 本就是前无古人 我只怕后无来者 女官之事一经传出 引起轩然大波 骂名挨了一箩筐 甚至还有人张贴文章 在闹市斥责长公主 而我更是县城的靶子 人人唾骂 我家商号下不少铺子 都被泼了狗血 连我爹都问我 为什么非要为难自己 你都已经是县主了 还想要往哪里走呢 我扪心自问 往哪里走呢 往上走 站得越高越好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几百年的规训 一步一步才使女子生存空间 为何女子一生 都要在后宅中荒废 因为世上资源有限 男人厮杀竞争尚且不足 怎么能容忍女人来抢 他们越不同意 我们就越要抢 若回到后宅 当真是好事 他们怎么不去呢 男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而反对我们的女子 则是在蒙昧中 下意识向更弱者挥刀 那些父权之下 对女人生杀与夺的权利 都是从我们手中 一点一点让杜出去的 所以我不能退 我身后并非温床 而是悬崖峭壁 退一步则万劫不复 同院 长公主一例都办女学 第一届 只来了六个学生 他们大多出身寒威 想为自己求个前程 很好 他们想求前程 我们便给她前程 长公主一并请了八位老师 都是当事大家 各有千秋 路完也一并领了职 带她得空 回来教兵法拳脚 外面非凡迎天 女学内反倒清静自在 一日 学生问我 老师 你为我等青囊传授 是心疼世间女子不易吗 我笑了笑 摇摇头 人吃五穀杂粮 难免会生出私心 我当真是为了救难吗 不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世间女子不易 便是我的不易 女学内是一片净土 女学外则是我等厮杀的僵土 中秋后 我在一片骂声中 领了官职 同我一并出世的 还有崔氏嫡女崔瑶 崔家这一代 嫡之并无男子 她父亲亲尽全力 培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郎 世家大族 不愿意让族中女孩掺和这件事 但崔瑶不同 她和她爹娘都想争一争 我家如此家业 难道要都要送给远房亲戚 为旁人做嫁衣的事情 我可不干 我隐约记得 梦中第一位女官 就是这位崔氏女郎 如今 我能同她并肩 是我之姓氏 我为官后处理的第一件事 事件就是 林轻仪杀夫案 徐志远中毒而亡 徐家认定是林轻仪所为 要将她沉堂 我带着府兵赶到 从湖中捞出奄奄一息的林轻仪 永宁侯夫人怒急 声称要去皇帝面前告我 夫人如今还是担忧自己吧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但家规不能凌驾于国法 你说林轻仪杀夫 可有证据 若无证据 便是你们草菅人命 我这人把林轻仪带走 心中暗暗盘算 这装饰应当如何处理 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内宅里这般不清不楚 随便安个罪名就死了的女人 多如牛毛 所以这次 无论林轻仪杀没杀人 我都要保下她 若死后真有拔蛇地狱 我也愿意承担 事到如今 只论应不应当 绝无对错 世间是哪能非黑即白 林轻仪醒后 一直不肯说话 直到见了我 她正正落下泪 开口第一句 便是我没有杀人 我松了口气 没杀就更好 抽丝剥茧 总有还她清白的路 你跟我说 当日发生了什么 林轻仪不想死 竹铜倒豆子 一般把所有事 跟我说的一清二楚 那日 徐志远回房后 倒头就睡 我们 我们关系不睦 平日里我都不去她跟前 这次也避开了她 谁知第二日 她 她就死了 林轻仪面上 还有几分惶恐 我发现她断气后 吓得不轻 准备叫人 这时 婢女闯了进来 大海杀人了 少妇人杀人了 婆母和姑母 就带着人赶来叫我扣下 说我杀福 要将我呈堂 我点点头 吩咐人去查 当日徐志远的行踪 临出门时 林轻仪突然叫了一声 我的名字 十月 我站定 没有回头 你会帮我的 对吗 她声音很紧 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你会不计前嫌的 对吗 我笑了笑 我会帮你 但我不会不计前嫌 我不会因为 她与我同为女子 就原谅她所有过错 但这是我与她的私人恩怨 如果因为对方是女人 就事事忍让 那说明从心底里觉得 女子不如男人 我可不需要这样 名为宽容 实为歧视的忍让 权力场上刺刀见红 有违者居高位 这桩事 其实很容易查清 当日 徐志远在赌方输了一大笔钱 又去妓院一罪解千仇 兴起之时 叫了两个姚姐做陪 她身子不好 被酒色掏空 吃了要强撑着 非要跟姚姐大战三百回合 我猜 她在妓院时 就已经死于马上风 当日带她回家的人是谁 是她的小丝 听说已经被永宁侯夫人打死 我垂眸冷笑 好一个杀人灭口 本朝有旧力 丈夫死后 女子可自行改嫁 徐家如今风雨飘摇 徐志远死的这样丢人 更是一种打击 把这事推给林轻怡 徐志远就不算丢人 只需要牺牲一个女人的命 更何况这个女人还不是徐家人 当真是好算盘 我轻轻敲击桌面 这是不难 洗清林轻怡身上的脏水 也不难 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利益最大化 先把那两个姚姐扣下 老宝和赌方主是谁家的人 去查 对于贵族来说 权力大过于金钱 但对市井民众来说 钱比全重要 有钱能使鬼推磨 而我 最不缺的就是钱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永宁侯夫人 带着徐如意进宫告我时 我也找到了关键证人 只等他们发难 十月这身官袍 本宫甚是喜欢 我弯纯 向长公主行礼 臣觉得 三两官更好看 本宫亦然 声唐那日 永宁侯带着几个世家子前来 以防万一 还一并带了两位礼教大儒 而我同行的 只有崔瑶和六位女学生 壁垒分明 崔瑶在我身侧 如玉蓉岩上挂着几分笑意 她穿着本朝制式的官服 枝栏玉树 尽显风骨 宁华常公主与皇帝同行 本是一桩不轻不重的案子 却成了地精人人关注之事 为了造势 我可花了不少钱 皇上一道 永宁侯就沉痛开口 陛下要为我那那折做主啊 顾十月训思 包庇独妇 致远死的冤枉啊 我不急不慌 声音沉稳 沉今日 也想出告一人 皇上来了些许兴致 笑道 你怎么也要告人 告谁 徐致远 永宁侯怒斥 顾十月 你别欺人太甚 皇上摆摆手 说下去 朕想听听 你要告一个死人什么 三件事 第一 陈要告徐致远 虐待发妻 私养外事 第二 陈要告徐家知情不报 纵容徐致远 两件通婚 第三 陈要告徐致远 对皇室新生怨对 常有逆反之言 永宁侯豁然而起 顾十月 你找死 放肆 宁华常公主拍桌 永宁侯 你多次打断顾青 是不是心中有鬼 公主明见 老陈只是不忍致远 惨死 还要受辱啊 若顾十月无地放始 平白诬陷徐致远 自有律法处置 言罢 他偏头看向我 顾青 你初告徐致远 可有证据 自然有 我垂眸 眼去眼底 淡淡讽意 永宁侯以为 最坏不过是我证明 林青衣清白 到时徐家豁出去 依旧可以不让林青衣归嫁 但我要的 可不是这么简单 永宁侯 因侧侧看我一眼 顾十月 你可知道 诬陷朝廷命官 是什么罪 我笑了笑 是不是诬陷 一会儿就见分晓 我拍拍手 便有人呈上花鸭供词 帝与皇上 林青衣出嫁后 徐致远一直对他非打即骂 我这里有林家 为林青衣请郎中的记录 婚后第二天 徐致远就用马鞭 抽了他一身伤 因此三日回门 都不能见人 此后一年 徐致远一直虐待他 徐夫人溺爱亲子 甚至不许林青衣看伤 徐致远死亡前一日 还在家踢断了林青衣的腿 永宁侯尴尬辩解 这夫妻之间 难免有些拳脚争执 争执还是虐打 徐致远此举 已经有为大周律 暗律 本应何离 还不是因为 那林氏婚前失真 永宁侯 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桩婚事 可是你亲自求来的 不然徐致远 哪有机会多回这两年 永宁侯自知理亏 只好晚尊 如今致远已死 这些就是何必重提 加害者是死了 可苦主还在呢 好 就算如此 那林氏就能随意杀福不成 杀不杀的 永宁侯难道不知 徐致远死因 我稍后自会向皇上和公主禀明 但现在 我要说的是 徐致远另一桩罪 私养外事 以夫妻相称 他养在城北的妇人和孩子 我以秘密接回城中 只是那夫人见即出身 不敢照上堂前 污了陛下的眼 言罢 我从绣带中 拿出另一份证据呈上 陛下请看 皇帝扫了几眼 脸去笑意 道 此子当真狂辈 永宁侯忙跪下请罪 称其不知情 我笑意不达眼底 望向永宁侯 永宁侯 欺君之罪 你可担得起 顾十月 他狠狠看我一眼 却闭嘴不敢说话 生怕我又掏出什么东西 永宁侯难得聪明一把 因为 我真有证据 徐致远派去伺候外事的婢女 名叫珍珠 谁家生子 珍珠的母亲 正是永宁侯夫人身边的二等嬷嬷 永宁侯 你这叫毫不知情 永宁侯无力辩解 对着同行世子和大儒使眼色 但我也一样有备而来 我身后 是崔家亲力培养的继承人 还有只带出世机会的女学生 利剑藏鱼翘 此时不出剑 更待何时 我后退两步 静静等着几位大放光彩 崔瑶站在堂中间 美玉生辉 一句一句 博倒自视甚高的两个大儒 也不过如此 站在高处 就以为是自己生的高大 如今大家站在平地 且看谁更高一筹 永宁侯 且别急着认错 我还有第三告呢 崔瑶垂眸倾笑 似乎刚刚字字如刀的并不是他 见我说完话 他抬手 递上最后一份证词 这是陈收集的 徐志远在云洪阁和故事酒楼的所言所语 陛下请看 皇上越看脸色越难看 宁华常公主与我相识一笑 永宁侯 这样的恶徒 你还要包庇不成 皇上把证词甩在永宁侯脸上 死不足惜 永宁侯白着脸跪下请罪 身后众人也不敢说话 我弯腰拾起证词 含笑看了一眼永宁侯 此时 已经无人关心林家仪是不是杀夫 但 我还是召了正人过来 晨今日 最后一告 告徐府伙同永宁侯府 栽赃陷害 草菅人命 三日后 林青怡无罪归家 与我擦身而过 相顾无言 我只做我应当做的 此后他的路怎么走 这与我无关 永宁侯断尾求存 连夜休妻 永宁侯夫人自尽 徐卢义与徐家一同获罪 梦中与徐卢义 情笔精尖的宋明阳 连他最后一面都不肯见 罪集女子 本应伐末叫方思 但宁华常公主添了心律 从此大舟不再有官计 罪集女子一并改为学徒 一 考虑到男女大房 她又禁言 增设女官职位 专门负责此事 而我依旧充分利用我家优势 花钱找人写了几部戏 在坊间传唱 如今 连世景小儿都会唱几句 徐志远这个恶徒形象深入人心 永宁侯府也成了大家心中的恶人 世家大族 总是瞧不起生斗小明 却不知权力 从来都是自下而上的 这就像是建高楼 空中楼阁只会坍塌 地基才是关键 顶上的权力轻压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是有滞后性的 所以改革自上而下 但夺权却要自下而上 现如今 民众已经习惯女官的存在 甚至于乐见其成 因为长公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寒门子弟亦有出头机会 无论是女孩出世 还是男孩 总归是个改换门庭的际遇 京中女学的学生 也在此时中一战成名 新一年入学的学生数量 堪堪上了八十 五年后 我升任户部尚书 崔瑶外放 已是正二品朝廷命官 我看了他头上的三两官 心中意识感慨 如今朝堂之上 已有不少女官身影 三省六部 都有女子主事 陆婉去岁带兵迎击北敌大胜 陆家军旗帜又一次在边境飘扬 他乘胜追击 一举打入北敌王平 带着回立克汗的首旗班师 今天是他大胜回朝的宴席 我入宴时 正巧遇到了宋明阳 他见我如见沙母仇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差不多吧 只是如今 他还在靠着爵位混日子 而我已经是正三品朝廷命官 想到当年退婚情形 恍如隔世 顾大人有礼 小侯爷有礼 顾大人如今春风得意 真是好不快活 可怜我那表妹和娘亲 我冷冷瞥他一眼 低声呵斥 快闭嘴吧 难道光彩吗 你娘和表妹 都是被你们家的男丁牵连 你要是心里真过不去 不如跟他去了 看见宫门口的石头了吗 对 从那走出去 回家再死 我这人心善 见不得喜 宋明阳扶袖而去 吃 脆弱的废物男人 我与陆婉上次相见 还是两年前 他黑了不少 一双眼风力如出敲宝刀 更显风采 大将军好威风啊 顾尚书也是风姿不凡 我俩恭维一番 一同朗声大笑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我姐妹 走到今天诸多不易 也算得见天光 此后自是一片坦途 听闻 陛下今日也要到场 厌无好厌 接招便是 常公主朝中势力稳固后 就不再隐藏野心 如今皇帝与常公主的关系 势同水火 只是 正如我之前所言 给出去的权力 想收回来难上加难 所谓礼教 不过是聪明人 束缚别人的工具 在地经最顶层的权力中心浮沉 谁都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常公主朝中有人 有兵权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钱 他如今已经隐隐凌驾 于皇帝之上 封号也从宁华常公主 换成了镇国常公主 艳影过半 皇帝突然开口 朕听闻 顾尚书和永宁侯府的世子 曾定过婚 婚姻结两性之好 我看永宁侯世子 与顾尚书也是郎才女貌 年岁相当 冤家以解不以解 朕今日就做主 给两个爱情赐婚吧 文言 我差点笑出声音 这都什么时候 还想着用赐婚解围呢 我敢嫁 宋明阳敢娶吗 他今日把我娶进门 不出半月 我就能让永宁侯府 上演一出无人生还 本宫觉得 不甚般配 皇姐是要搏阵吗 皇上粗然发难 冷冷撇向常公主 常公主却浑然不觉 端向一番宋明阳 陛下有所不知 顾清啊 不喜欢宋小侯爷 感情都在培养中 不是是怎知不喜欢 好了 不必多言 就这么定了吧 半月后就是好日子 顾尚书 准备出嫁吧 我弯纯 公身领旨 宋明阳同我并肩跪在一处 用旁人听不到的声音道 等你嫁过来 我们再算账 蠢货 顾尚书既然要出嫁 就回去休假一吧 今日不必上朝 我欣然应允 皇上无非是想要户部的权 但我若是不上朝 就控制不了户部 那我这个尚书 也做得太丢人了些 我告假后 一众心腹同我一起称病 户部事务 都落在皇上派来的 空降兵身上 不过三日 就出了不少错 但这时再想让我去收烂摊子 可没那么容易 对于户部的催情 我一概不理 一心在家休假一 陛下定的婚期 我实在没时间做别的 皇上也干不出 让我回去的事 只好拧着鼻子认了 宋明阳大张旗鼓 送上破烂聘礼 他生了一副好皮囊 打扮起来还挺像个人的 十月 我真是等不及娶你了 我笑了笑 是吗 我也是 等不及出嫁了呢 我出阁那日 十里红妆 常公主和一众同僚都来送嫁 好生热闹 宋明阳一身大红喜福 黄昏时骑着马 前来接我 入府后 堂上没有双亲 宋明阳放了信号简 他站在轿子外 冷笑三声 顾十月 就算你爬得再高 在皇权面前也是白费 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知道 什么是女子本分 提前安排好的兵士 我亲自处置 剩下的人去前院 将一众乱臣贼子 统统统绞杀 永宁侯世子 京中调兵可是死罪 宋明阳朗声大笑 你真是不知死活 我这兵可是弊 他的话没有说出口 嘴角溢出鲜血 叫连掀开 里面坐着的 不是我顾十月 而是一身引甲的露婉 他抬手抽出长枪 连眼神都没有 给宋明阳一个 身后 巨大的架桩箱子打开 里面没有架桩 藏着的都是精兵良将 永宁侯世子谋反 我等快快杀出去 保护陛下 本应出嫁的我 此刻正随长公主一起 在宫中 确切来说 是皇帝的寝宫 他本还在等着自己人 传来好消息 没想到 等来的是长公主 黄姐 你要是君吗 陛下糊涂了 我是来救嫁的呀 救什么嫁 我在公主身后 接到永宁侯府谋反 现已扶诛 你这反贼 长公主冷笑 顾卿接着说 是 永宁侯府狼子野心 勾结眼亡 谋反逼宫 陛下已被反贼所害 呜呼悲哉 言罢 我躬身退出宫室 宫门外 太阳落下 昏暗夜色中 隐隐有打杀声传来 真好 明日或许是个艳阳天 皇上的亲随 只剩最后一个 是自小服侍他的内侍总管 你们如此对陛下 就不怕遭天谴吗 陛下对长公主 还不够好吗 我看着他 一点未曾闪避 不怕 我们早就尝过天谴的滋味了 现在也该轮到你们尝尝了 皇帝对长公主好吗 或许是好的 但这点好不足以抹平 一个尊贵女人心中 熊熊燃烧的野心 她能力不够 坐在高位就是错 大家争到最后 已经不能论黑白对错 谁走到今天 手上没沾过血 权力本来就是一种暴力垄断 所谓变革 只是一群人掀翻了另一群人 你问我 此刻的我是否正义 我只能说 我从不曾背弃我的立场 半月后 一切尘埃落定 长公主强力压下所有声音 登基称帝 这条路 她走了28年 而我从伤谷女 到左上书令 也走了10年 士族间对此上有微词 民间也有组织反对女帝 但长公主称帝后 轻摇薄税 衣食自职 民众日子越发好过 百姓是很朴实的 穿衣 吃饭 能解决这两件大事 就是好皇帝 至于皇帝是男是女 他们其实并不在意 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谓上行下效 几年后 民间逆毙女婴之势 击不可见 不少士族为了向女帝投诚 特意选出族中女子 为继承人 建安十一年 女帝病重 左上书令士级公亲 同年六月 女帝驾崩 传位于太女 陛下过世那日 其实很平静 十月 这话 你怎么都有白头发了 朕初见你时 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呢 我握着陛下的手 泪如雨下 她的手如枯枝 神色却很欣慰 好了 说你小姑娘 你还真哭上了 朕这一辈子 回手看 当真没什么后悔的事情 这一生也算值了 朕先谢谢 你们继续忙着 替朕好好辅佐太女 她生前建立林燕阁 让我们这些 随她一路的人入阁 想国朝供奉 陛下驾崩 我等老陈 也迟早会随陛下一起 陈归陈土归土 但人生有限 思潮无限 我扶起哀妻的太女 年幼的新君眼中 有野望 也有迷惘 殿下 接下来 就是您的时代了